好了 接下來就要決定 我們的三組 你們把三組的人員 這樣要站在一塊兒好不好 三組 好 誰跟誰站在一塊兒呢 來 來 大風吹 大風吹 吹...好 吹好 現在我們把揭開福袋 今天這個人 符合這個資格的 就可以決定大家答題的順序 究竟 班長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高中就當過 班長是誰 誰高中當過班長 高中 哪那麼巧啊 你當過我們班長 所以你們兩個都當過班長 當過班長 那你們兩個這組決定吧 就這樣喔 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 我們以前的辦法都沒有嗎 沒有 這個符袋打開來就no hand call 這樣子喔 我覺得我們要放在中間 對 這是第二位 為什麼 因為我們想要讓 其中一位衝第一個 因為其實在戲中 我們的老師們都是比較 勇往直前的個性 你講的是很明顯啊 你一直聽就知道是周小涵啊 沒有 沒有 不是他啊 我們要放的是宥勝哥 沒錯 宥勝哥 宥勝哥 孔律元這邊當第一組啊 對啊 第一組 沒有聽起來就是擋槍用的 跟擋槍用的 擋槍 他們的設斂 太緊張打錯了 來 機智的 校園生活馬上就要開始了 歡迎 各位 大家好 我是你們研究員蔡上華 進入到我們的 機會與命運賽 注意了 在機會賽的部分 總共分成三個回合 機會區負責答題 答題最多的人 我們稱你一聲 答題英雄 可是英雄不一定有大象 因為在命運區的隊友 要按下命運之鈕 決定你們的命運獎金數 只有最高的哪一組 才是我們今晚的唯一贏家 到底有哪些大獎 可以讓你選擇呢 讓我們請開 在今天這一集 我們為你準備的獎品 包括了高孝心結獎典 還有資甘情劇 以及高級視聽組 十萬大獎的部分 是英倫復古飲料櫃 二十萬加碼大獎 還有美式家具套裝組 很想要吧 所以請你們合理加油囉 三回合 現在只有三分鐘的時間 又剩準備答題 好 來 好 新工隊機會賽請出題 英國針對歐洲及紐澳學生 進行了研究 請問課堂中的哪一種行為 會讓學生課業表現較佳 A打赤腳 B吃餅乾 這 2分45秒 好 我覺得答案是 B吃餅乾 鎖定 想得稍久一點 對 好 學弟 因為我不想輸 可是又完全沒有把握 但我覺得 上課打赤腳 應該不會影響我學習 我打赤腳反而很輕鬆 但如果吃餅乾的話 我可能要拿 要擦 血不能血 然後嘴巴一直嚼 可能就會影響 你知道 就是在看在聽 其實要用頭 但你嘴巴又在動 其實要一直干擾 所以我覺得 吃餅乾 我跟妳寫吃餅乾 比較佳嗎 比較佳嗎 比較佳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可以 對 因為我聽說 在下午的時候 思考是需要熱量 需要糖分 所以吃餅乾 可能可以達到熱效 哪個眼鏡看到 在下午吃餅乾 不是啦 他自己 會不會 就是你知道要 要加點熱量嗎 不一定要下午啊 可是吃了餅乾 不是會那個 就是學檔 學檔會好一點 不是 可是他都會在餵 人家吃完東西都會飽困 人家會燉燉是嗎 對啊 誰吃餅乾吃到飽了 你冷靜點好不好 我有時候會 吃餅乾嗎 請介紹 對 打赤腳 果然打赤腳 果然 果然是打赤腳 這是一個英國的研究 他們就發現 當在上課打赤腳的同學 他們平均會比較早 去學校上課 而且也會比較晚下課 同時他們每天 在學習的時間 也會比較長 為什麼 因為是在北歐國家 很容易會積雪 一旦積雪你的腳 就會弄濕弄髒 所以他們在進去教室的時候 就會把鞋子拖在外面 這個時候 他們的腳就會覺得 比較舒適 也可以比較輕鬆自在 就可以直接坐在地上學習 其實在這樣子 心情放鬆的狀態之下 也可以讓他們的學習能力 有所提升 答題拳 就這麼簡單的轉移到了艾亞的身上 真的耶 第二組準備 有點難過 艾亞準備 請主題 許多防曬商品上 會有SPF的標示 請問SPF的數字大小 代表什麼意思 A 延長皮膚曬紅的時間 B 阻擋紫外線的酵素 酵素 阻擋紫外線嗎 延長曬紅的時間 還是阻擋紫外線的酵素 我的答案是 A A 鎖定 為什麼會是A 對啊 為什麼會是A SPF一定是縮寫 因為我記得SPF 比如說50++++或什麼三顆星 兩個代表是不一樣的意思 然後我印象中 三顆星 後面那個幾顆星 才是 跟紫外線有關係 然後前面那個 我覺得有點不太確定 但是前面那個 不是 不是跟紫外線有關的 請介紹 漂亮 漂亮 炎長皮膚曬紅的時間 好 通常我們在買 防曬產品的時候 會注意到上面 有兩種不一樣的數值 有些會寫SPF 有些會寫PA 它各自代表不一樣的含義 如果是防PA的這個部分 代表它可以延長你 曬黑的時間 那SPF呢 是延長你 曬傷曬紅的時間 就是比如說你的肌膚 本來是十分鐘 可能就會達到曬傷曬紅的 這樣的一個狀態 你只要擦上去之後 它如果上面是寫了SPF15 代表可以延長15倍 你會在150分鐘之後 你的皮膚才會達到本來 十分鐘就會曬紅曬傷的水準 好了 輝煌 是 趕緊上場 OK 請秀出她的命運獎金數 一百到一萬 請選擇 輝煌 我相信你喔 好 不要出聲音 好 要改音 好 恭喜 得到 一萬元 聽到了 來 準備 請出題 鄭愁語的詩詞 我不是歸人 是個過客 據本人的說法錯誤 其實他不是抒情詩 而是什麼類型 A 懷骨詩 B 戰爭詩 1分50秒 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是 戰爭詩B 索尼 想太久 好難喔 通常去打仗的時候 回不來 只是過客 他可能經過家門 沒有辦法回家 戰爭詩答對沒有 揭曉 我不是歸人 只是過客 恭喜答對 知名的詩人鄭愁語 他最有名的一首詩 當然就是錯誤了 不過很多人都以為 他是寫給情人的情詩 但事實上鄭愁語自己 本人說過 這首詩呢 寫的地方並不是在台灣 而是在他童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戰爭頻繁 所以他寫的裡面的一些詩句 包括 那等在季節裡的容顏 如蓮花般開落 並不是思念情人 而是代表戰爭的無常 生命的無常 那最後呢是 尼答大的馬蹄 是美麗的錯路 不是歸人 而是過客 其實說的 也是經過的軍隊行律 而不是等待回來的良人 那很多人都誤用了 所以鄭愁語說 他也很不好意思 戳破大家美麗的幻想 也只好將錯就錯 來 請射出 黃金獎金數 一萬到一百 請選擇 一萬在哪裡 三千元 可以... 不可以啦 可以... 繼續準備 請助理 LUCY健康操 國台語夾雜 還有RAP的旁白 是許多學生的回憶 請問當中融合了哪首同搖 A 中中答案 B T O O 是 你這個 健康操 我的答案是B B B 準例 你知道Lucy健康操嗎 知道 怎麼時候學 這個是什麼時候學的 對啊 是他們年代的 小學嗎 小學 你們小學有Lucy健康操 小學 有... 你們兩個一起上 來 妳們兩個一起這樣會不會 來 嘟嘟檔 那知道是什麼了 那是嘟嘟檔啊 嘟嘟檔 這怎麼會放這一題 在我們三個這裡咧 好啦 那就應該就是錯了 他們都知道 都去唱成這樣子了 來 揭曉吧 對啊 錯了 真的 是嘟嘟檔 你看 就是在 總統名選之前 升的就沒有辦法 真的假的 好 瑞士 今天剛從的 就是裡頭融合了七首的童謠 那裡頭包括了嘟嘟檔啊 還有十個小小印第安人 另外呢 她的rap的部分啊 還是羅百吉跟 麻吉合唱的rap 所以呢 也看起來就是 非常的流行 有一些結局battle的感覺 答地拳轉移到 周小涵身上了 加油了 準備 請注意 哈佛大學研究 將職場人員分成了 不同類型 請問老闆們 比較喜歡 答案和哪一種人共識 A 討人喜歡的傻子 B 能幹的討厭鬼 能幹 我答案是 B 能幹的討厭鬼 蘇琳 為何 我覺得老闆 追求應該是效率吧 就是如果傻子 就是搞不清楚狀況的話 就是降低工作效率 對老闆來說 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那能幹的討厭鬼 就是討厭歸討厭 可是如果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 老闆可能也會覺得 那這樣的人才 還是要留在身邊吧 來 請揭曉 來 命運獎金數長什麼樣子 一百到一萬 請選擇 流手汗耶 看不到 沒關係 她的表情讓我笑 好 好 OK啦 可以接受 上格喔 上格 繼續答題 謝謝主題 國小客主語的側邊 都會有三根彩色的圓柱 請問圓柱的顏色代表什麼意思 A學生年級 B學生的身高 這個我知道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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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妳當的 這位妳當的 當然是A學生的年級 鎖定 顏色代表年紀 我們那個年代 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 你那個年代有客桌椅嗎 當然有 難不成我站著 我有印象 當然有 有吧 這我有印象 是 是身高 是真的假的 我小時候太高 會注意看一下旁邊 是身高 它特別寫一百四一百五一百六 那顏色上面的顏色代表身高 有 不同顏色 上面寫不同數字 對 對 它都會有大小 我之前就摸到後面 這個我有印象 客座椅有大小 有綠色有藍色 然後還有什麼顏色 客座椅有大小 對 有 因為它有分顏色 它有分顏色 你有沒有發現你們今天如果 考驗的是機制的高中生活 你們要不要換過來啊 對啊 真的耶 這是他們這些沒辦法觸及到的 你知道意思嗎 那個台灣剛光復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多 沒有那麼強 喂 喂 好 好 對不起 台灣剛解嚴之前 也不要那麼強 台灣在明選總統之前 明選總統 我還沒出生 明選總統後 我還沒出生吧 對啊 還沒出生啊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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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錯了 身高 對 好 好 就是從民國86年之後 小學的客座椅 就有了一個來念 可以看到這個旁邊 有三種顏色的圓柱 其實就是依據 不一樣的身高的小學生 能夠做一些調整 因為畢竟你身高越高 你的客座椅如果太低 大家都是統一的話 你寫字要特別彎腰很不舒服 因此 他們分成15種不一樣的規格 針對了身高從110到180公分 每5公分一個間鋸 有做15種不同規格的客座椅 繼續 佑勝準備 好 來 請 出題 我的答案是B一朵花 出題 為什麼不是畫星星 我只是覺得 日本這個民族好像很喜歡花 對 比正解還要完美 正解就正解 還要比正解完美的是什麼 很讚 回答得太好了 來 計較 應該是 應該是 是吧 漂亮 來 好 那台灣呢 如果你的答案是答對的 我們通常會打勾 可是呢 日本是畫一個圈 那如果呢 你具體答得實在是 非常的正確的時候呢 會打兩個圈 而他認為你這個答案寫得真的是 完美到爆炸的時候 他就會畫一朵花 代表老師就你的讚賞 要秀出命運獎金數了 一百到一萬 一百到一萬 請 選擇 靈感很重要 你要去想一萬在哪裡 一個感覺 一萬 你怎麼會過了呢 三千元 謝謝 一萬 一萬 都到這 一萬在門口了 好可惜 又是很繼續 請 處理 科學家實驗證實 請問在電影院 看什麼片的時候 人們的情緒 會改變空氣的成分 進而影響到旁人 A 喜劇 B 悲劇 好 我答案 我選 我的答案是B 鎖定 飛劇 11秒 你早說 你就答案 快點 我覺得都會感染啊 11秒 對啊 都會感染 對 都會 但是我真的如果看電影的時候 那個哏如果我笑不出來 我不會因為旁邊的人笑 我就跟著笑 但是如果 它沉重下來的時候 我感覺好像 旁邊 特別容易凝結的應該是 漫延一種感受 接著 應該就是 是喜劇 喜劇 是喜劇 好 科學家他們做了一個測試 他們研究了108場的電影場次 同時裡面有9500名的觀眾 結果他們發現 當著電影的類型不一樣 比如說可能是 懸疑 浪漫 或是喜劇 不一樣的這個種類的電影 其實人的身上會分別 散發出不一樣的化學物質 而這些化學的分子呢 是會影響到你周遭的人的 特別是喜劇的部分呢 也是影響得相當明顯 你只有11秒 其實就像現在 你聽完要秒答 對 你聽完要秒答 先按 然後他把時間給浪費掉了 你怎麼把爛攤子丟給我 但是他如果多浪費1秒 10秒 聽說教育部規定 我們10秒就不用再講下一題了 教育部規定 教育部規定 反正就有規定 不管 就有規定 好不好 準備 請出題 南非實驗發現 由閱讀困難的孩子 跟誰一起讀書 最能夠提升小孩的 閱讀理解能力 A 同齡的兒童 我的答案是 B 寵物狗狗 我的答案是 B 抓住 漂亮 剛好 壓線 壓線 來 為什麼不是同齡的兒童 因為我覺得 要讓小朋友閱讀 一定要在平靜的狀況下 然後 狗狗狗狗他平靜 不是啊 因為 他想跟狗玩吧 寵物狗狗 很多我看影片 他們都會乖乖地陪在小朋友旁邊 對 因為如果訓練得好的話 他是可以 跟孩子在同一個頻率上做事 可是同齡兒童女 我一起讀書 很容易會玩在一起啊 他如果比較起來 他跟同齡兒童聊 跟狗狗聊 應該是跟同齡兒童比較好聊 對不對 跟人應該比較好聊 對 跟人比較好聊 那比較好聊 就容易會分心 我就最怕有道理的事情 請揭曉 緊張啊 為什麼當小孩子 在跟狗狗在一起 念書的時候呢 反而會比較表現良好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呢 是因為狗狗會讓他們紓壓 當你看到狗狗在旁邊的時候 你的壓力就會放鬆下來 而第二個很大的原因呢 是因為狗狗在喔 你通常覺得他不會評判你 所以你在念這些書的時候呢 你就比較不會擔心 比起跟其他同儕的小朋友 他可能會造成你一些 額外的心理壓力 準備請秀書利運獎金數 一百到一萬 重新排列組合之後 請選擇 靈感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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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富懸殊了 現在貧富相當懸殊 天啊 又生跟孔麗媛這一組三千 周曉涵跟王興凱也是三千 就中間艾亞跟輝煌 兩萬三千元 可以 輝煌這一定很棒耶 全民心動略 模範身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 按下訂閱的頻道